5月7日向太陈兰更新微博发文表示 四年来捐款借钱超过千万元 但其中却有些强奸式的借与捐 让他有点心灰意冷了 扬言未来不再心软 还讲述自己四年的微博生涯 经历了水军攻击 黑粉脏脏话连篇 但亦有正义的人帮助自己以及粉丝支持 还透露这些钱里有些是心甘情愿的捐货借 但同时又不乏被逼 甚至是强奸式的借与捐 让他心里相当不舒服 面对这种状况有大师特别告诫 不高兴或是不心甘情愿的情况下 借钱都是造孽 所以我心存善念不做坏事 更不会伤天害理就可以 并且在文莫透露 以后对一些类似的求助将不再心软 也视而不见 希望大家可以原谅自己 向太文中首提到自己曾遭水军攻击 其实很多人第一时间就想到 周星驰和张博之 因为他曾在微博中炮轰过这两个人 也公开表示 自己并不想提及周星驰和张博之 而且自己说的都是实话